谁谁谁谁谁 车潮塞塞塞前进速度超归宿 民众抱怨塞车塞到看不见镜头 原来塞爆路段就在台26线出墾丁过车程 方山路段还有台1台9线汇聚的 丰港以北路段 10号从下午3点一路狂塞到晚上8 9点 只是一塞就是5 6个小时让人受不了 单日车流量达到3万辆次 去台东参加热气球嘉年华 以及恒春旅客 返程都汇集在台1线 有网友抱怨肯定开到高雄开了3小时 回屏東市区多花了1小时 两个道路施工不塞才不正常吧 看到对象恐怖的塞 感觉没到8点不会散 也有人说塞车整天的啊 整路踏得翻过啊 另外游客多引起抱怨的还有这 游客爬爬爬道却苦了居民 小琉球民众自拍抱怨影片非常生气 小琉球乱象又来了 疯了一整夜还不够 竟然呕吐吐到家门前 整片沙滩塞满独木舟 民众看了很无奈 小朋友玩沙都没有地方 玩个水还要像跑障碍赛 呼吁各位业者比起互相尊重 因为沙滩是属于公共空间 没有清空者 我们将以渔港法来 开罚三万元以上 到十五万元以下的罚还 一起让大家都闷坏了 趁着放暑假鼓虑回温 只是出门完就最怕遇上 不如意坏了性质 记者张春华 直升西安屏东采访报导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